他們第一個要團結嘛 第二個就是要支持蔡英文嘛 然後呢 然後叫賴慶德退選嗎 沒有 可是有沒有人這樣做 有 所以我剛剛講那個民調 就在暗示你蔡賴佩還是最好 這一群人還是存在的 可是這個東西必須建立在賴慶德給喬 我今天完全不給喬 我沒有容錯空間 我根本不可能跟你談說 之後我們協調以後不再初選 我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存在那裡 我不是讓你來搓湯圓的 那你就不可能讓他退 大家就是最後比民調 那民進黨因為基本上他是全民調 不管是20個立委30個或是60個 全部出來好了 他也沒有辦法改變民調的事實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發展會有一個 就是賴慶德我認為他會贏蔡英文 可是他不會大贏 因為賴慶德現在所看到的民調 觀眾朋友我們今天是3月21號 4月17號在4月中 就是說17號之前的最後一個禮拜 我相信這個民調會翻轉 就是賴慶德他不會贏蔡英文那麼多 那不叫翻轉 那不叫翻轉 那叫接近拉近 就是我意思是說 翻轉是蔡英文要贏蔡英德 賴慶德強跟蔡英文弱的這事情呢 會慢慢被拉近 賴慶德會不斷的被攻擊 然後賴慶德又不斷被暗示他才更好 那有什麼包含什麼 包含的就是或許連民進黨外的支持者 比如說支持韓國瑜的人 那他會不會在希望施賴慶德不要出來 而蔡英文出馬的時候 在民調當中去等於是階段性的支持蔡英文 在四月十七號之前民調支持蔡英文 十七號以後就放棄蔡英文 那這種狀況有可能會讓蔡英文的民調上來一點 總之呢民進黨內的狀況還在走 那國民黨這邊的第八個民調出來了 那國民黨現在也已經講了嘛 就是我們先前過去這個月討論的 所有的可能性的討論的結果現在已經出現 已經不只是可能性了 而是黨中外已經告訴你了 我們可以進行徵招協調初選跟禮讓 在協調這一部分 只要能夠現在表態兩位參選人 他們同意把韓國瑜的民調納入 那也就沒有林表的問題 你根本也不用去走真正的初選 就用民調把韓國瑜拱出來